历代至上 第十五章 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 又为神的约会预备地方 就是为他支搭账目 那时大卫说 神的约会除了立位人以外 没有人可以抬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他们抬神的约会 并且永远侍奉他 于是 大卫把以色列人都招聚到耶路撒冷 要把耶和华的约会抬上来 到大卫给他预备好的地方去 大卫又聚集了亚伦的子孙和立位人 哥侠子孙中有座领袖的乌猎 和他的亲族一百二十人 米拉利子孙中有座领袖的亚帅亚 和他的亲族二百二十人 格顺的子孙中有座领袖的约尔 和他的亲族一百三十人 以利撒反的子孙中 有座领袖的士玛雅 和他的亲族二百人 西伯伦子孙中有座领袖的以列 和他的亲族八十人 乌靴子孙中有座领袖的亚米拿达 和他的亲族一百一十二人 大卫把萨都和亚比亚他两位祭司 以及乌列、亚帅亚、约尔、士玛雅、以列和亚米拿达 几位立位人召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是立位人各家族的首领 你们和你们的亲族都要自节 好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到我为他预备的地方去 先前没有你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击打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定力寻求他 于是 祭司和立位人自节 好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立位支派的子孙 照着耶和华的话 就是摩西所吩咐的 用尖和杠来抬神的约柜 大卫又吩咐立位支派的领袖 要指派他们的亲族负责歌唱 用琴色响拔各种乐器 欢欢喜喜高声歌唱 于是立位人指派了约尔的儿子 和他的亲族中比利家的儿子亚萨 以及他们的亲族米拉利的子孙中 古沙亚的儿子乙叹 和他们一起的 还有做第二班的 他们的亲族 萨加利亚 辩 亚靴 士米拉莫 耶歇 乌尼 以利亚 比拿亚 马西亚 马他提亚 以利斐利户 弥克尼亚 以及守门的 俄别以东和 耶利 歌唱的西曼 雅萨 和乙叹敲打铜拔 发出响亮的声音 萨加利亚 雅靴 士米拉莫 耶歇 乌尼 乌尼 以利亚 马西亚和比拿亚 敲色 调用 女高音 马他提亚 以利斐利户 弥克尼亚 尼克尼亚 俄别以东 耶利和亚萨西亚 弹琴领导 调用 男低音 利位之派的领袖 基拿尼亚 专责音乐 又教人音乐 因为他精通音乐 比利加 以利加拿 做看守约会的人 士巴尼 约沙法 拿坦叶 亚马赛 萨加利亚 比拿亚 和以利以谢 几位祭司 在神的约会前 吹号 俄别以东 和耶西亚 也做看守约会的人 于是大卫和 以色列的众长老 以及千夫长 一起前去 从俄别以东的家 欢欢喜喜地 把耶和华的约会 抬上来 神帮助了那些 抬耶和华的贵的 立位人 他们就献上 七头公牛 和七只公棉羊 大卫和所有 抬约会的立位人 以及歌唱的人 和歌唱的人的领袖 基拿尼亚 都穿上细麻布的外袍 大卫另外穿上 细麻布的乙福德 这样 以色列人欢呼 吹脚 吹号 敲拔 鼓塞 弹琴 大声奏乐 把耶和华的约会 抬了上来 耶和华的约会 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 米甲 从窗户 往下观看 看见大卫王 跳跃嬉笑 心里就鄙视他 伍子 扫封 扫封 明天 扫封 明天 扫封 明天 扫封